这些电影有致命的逻辑漏洞? 其实编剧早都解释明白了 在经典客户片《独立日》中 有这么一个被观众吐槽了多年的设定 那就是主角竟然用一台苹果笔记本 给外星人的母舰控制系统注入了电脑病毒 把这帮老师席远的小EP给干面火了 咋的?外星人也用麦克尔S系统啊 但事实上这个漏洞在剧本里其实是没有的 甚至导演都把这神操作的原委都给拍出来了 据删减片段显示 二战后电脑技术的发展 其实都是源自于1947年坠落在罗斯维尔的内部外星飞船 这玩意儿本身就是从外星科技上扒下来的 其次电影里这帮来进攻的外星人 和罗斯维尔那儿坠毁的 是来自同一星球属于是老乡 再次主角们在搞电脑病毒前 去51区对内外星飞船的系统 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逆向研发 最终搞出了能感染他们的电脑病毒 但是导演可能是觉得这段戏太硬核太磨叽了啊 就给删除了 然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被人吐槽这么多年的漏洞 有观众发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漏洞 那就是凯文发现有小偷要闯进他家后 为什么不去找警察叔叔 而是要自己想办法对付呢 就纯是因为导演和编剧不让吗 但其实这个原因在电影的第38分钟就交代了 请看凯文在超市买牙刷的时候 因为被这大爷吓倒 没付钱就拿着东西跑了 随后被街边的巡警追赶 而凯文在摆脱追捕后表现是这样的 所以这位小朋友的心里大概率会觉得 报警后警察可能会因为拿牙刷没付钱 而把自己逮捕 另外凯文没报警的另一个原因还可能是 在开头他看到了香金牙的笨贼一号 穿着警服出现在他家 随后又看到这金牙哥干坏事 按照小孩哥的单线程思路来说 他不一定能想到是坏人扮成了警察 而是极有可能会觉得 这坏人就是警察 报警就是自投罗网 所以导演的这个设计 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前一阵我重看夺宝骑兵四部曲时 发现个问题 就是男主印第安纳琼斯在第一部里 明明见识过了法贵大发神威 弄死了一堆纳粹的神迹 那为啥在第二部开始 他会对邪教的超自然力量 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呢 明明他都见识过这玩意了呀 难道是编剧和导演吃书了 把之前的设计忘了 可就算老年痴呆也不能进行这么差呀 而我再查了幕后资料才发现 编剧和导演根本就没毛病 因为这夺宝骑兵2 其实是第一部的前传 这么多年我一直当续集看呗 在《指火王3》的结尾 弗洛德在完成了 把魔戒送到末日火山毁灭的任务后 躺在大石头上眼看要嘎的时候 甘道夫骑着巨鹰过来把他给救走了 由此影迷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那旅程最开始的时候 为啥不让弗洛德直接骑着鹰来呢 一上午的功夫就能跑个来回啊 还至于吭哧吭哧的走了三部曲吗 但事实上 如果认真看过这电影的人就能知道 戴上魔戒骑着巨鹰去末日火山 是绝对行不同的 首先魔戒有非常强的腐蚀人心的能力 当年咕噜拿到戒指没一会儿 就给多年的好友砸死了 精灵女王凯莱翠尔看了魔戒一眼 就浑身发抖 看了魔戒一眼就好远没控制住自己 就连弗洛德这心性纯良的小霍比特人 在火山口都没扛住 还是咕噜送出弓才毁了戒指 当初如果让魔戒和巨鹰近距离接触 很可能还没到末日火山 这老鹰哥就被腐蚀的叛变了 另外就算巨鹰能扛住魔戒的腐蚀 这招也行不同 因为末日火山在反派索伦根据地的大后防 而索伦此时的形态 是能腐蚀整个根据地的大眼珠子 只要他看到巨鹰 那布置的战术大概率是 首先让同样能飞的剑灵去截击 然后再安排一堆半兽人去火山守株待兔 至于在救弗洛德的时候 为啥巨鹰能飞到火山呢 那不是因为魔戒毁了之后 索伦的大眼珠子也跟着灭火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